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的人开始被以欺骗等手段 拐骗到美洲各地 相比那些可以在南洋小规模殖民的前辈 这些新一代苦力的命运 往往是最凄惨的 海上暴动一副反映近代华工贸易团的油画 1855年10月12日 集大清闲风五年 美国苦力团的衣服力号 满载着450人的契约华工 从广东汕头驶向毕鲁卡亚有的船之行驶途中 由于华工们不堪外国船员的受虐压迫 急切地希望上岸 便在菲律宾马尼拉附近发动了暴动 但由于双方悬殊的实力差距 暴动迅速被船员们镇压 全部武装的船员开枪杀死了几名华工 并将其余的华工赶进底舱关押起来 甚至还往底舱浇灌开水 华工们被关押了14个小时后 才有人来打开舱门 但是底舱内的景象 令船员们大吃一惊 有300多名华工窒息而死 剩下的100多人也是奄奄一息 犯下重大罪行的船员们 在事后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治 事实上威夫利号上的惨难 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在此之前的1852年 罗卓特报恩号船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当时该船上装载着 从中国东南沿海转变而来的400多名华工苦力 由厦门起航 驶罔救金山 华工们不堪船方的欺骗和暴行 奋起反抗 最终成功夺得了船只的华工们 本准备驶回台湾 却悟到了琉球群岛中的八重山岛 并与当地藏居被关押的船员们则华工不备 再度取得了船只控制权 并向美方举报 随后美方和英方派遣军舰到八重山岛血腥镇压剩余华工 还要求清政府赔款50万里白银 欧洲人进口华工的主要口岸之一 广州无论是威福利号还是罗伯特 鲍恩号 在中国近代华工出国史上都不是孤立的世界 这些以弃于华工的形式 拐骗中国沿海华人 到世界的地老公的福利贸易 还有个臭名昭著的别称 猪仔贸易 之所以称作他们是猪仔 据说是因为华工在船上时 都用木盆盛饭 船员呼唤华工吃饭时跟内地呼朱相似 所以人称卖猪仔 是于替西方人士招募华工的恶魂 流氓等 则被称作是猪仔头 这种苦力贸易几乎在整个十九世纪持续 苦力的英语原文是拖累其原字泰米尔语 原意是指以体力负重为生的人 根据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文版解释 苦力是欧洲人对远东地区不熟练的劳工 或班人工人的轻蔑称呼 他们的工资微薄 仅供虎口 但真实的华工遭遇 远比这百科全书上的解释更为凄惨 他们日常就如同牲口 奴隶被雇主驱使 毫无人权可言 美国加拿大两国的太平洋大铁路 八 拿马月河等重大工程修建 都有着众多华人劳工的身影 华工在奴隶贩子眼中与猪仔相同 这种苦力贸易和大西洋地区三角贸易区别并不算大 无非多了一道在卖身契约上千字画押的手续而已 当时的种植园经济和矿山开采 都需要大量的低价劳动力 香料 咖啡 池塘等经济农作物都急需市场 但逐渐兴起的废奴运动 也使得黑奴贸易 逐渐走向禁绝之际 所以苦力贸易的产生 正好给西方资本主义势力 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社会经济矛盾 据不完全统计 近代出国华工多达千万之众 其中有不少属于由于小农经济的破产 而自愿出国谋生者 但更多的还是受到拐骗掳掠而贩卖出洋 在加州开采金矿的华工日益壮大的产业 云集在厦门的奴隶贸易船 其实从明代开始 沿海的居民就有主动下南洋谋生的现象 但也有被西方殖民者掳掠人口的情况存在 只是他们作为契约华工 以贩卖谋利的形式被诱骗出国进行劳工 却要到18世纪以后才成为主流 而到了19世纪中期 则形成了一个契约华工出国的高潮期 在中国 自从葡萄牙在16世纪占据澳门后 其边以澳门为据点 成为了第一个实施人口贩卖的西方殖民国家 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纷纷效仿 尽管中国明清两朝政府都下令禁止贩卖人口 但是庞大的利润仍然驱使着西方商人前铺后继进行奴隶买卖 据学者估计 在鸦片战争之前 通过澳门中转贩运出国的中国奴隶大致有30万人 在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前 已有为数众多的华人下南洋经商 当时每年来往菲律宾和中国两地的华侨华商为数众多 16到17世纪的西班牙 在东南亚 每周立足脚针后 需要大量劳动力 进行社会生产和发展经济 便开始着手在我国东南洋海招募华工 当时的墨西哥已经有部分华工和黑人衣 同在工厂里进行生产工作 一张百年前墨西哥华工的照片 彼时的荷兰人也不遑多让 自从他们侵占我国台湾地区后 随即把在东南亚进行的一套盗人制度复制过来 仅1622年冬 荷兰人便掳掠了17艘中国船只 430名中国籍船员 荷兰的巴达维亚总督彦彼得迅昆 则直接指示下属尽可能的上岸 掳掠中国男女和小孩 鸦片战争前后 随着西方废奴运动的开展 奴隶贸易行为 并不像从前那样光明正大 所以这种人口贩卖的行为 在这时多出了一张契约 上面写明了工作地点 空资数额 年限 待遇 但那仅仅是唬人的 签约后的华工地位等同于奴隶 所谓契约 对西方列强来说 根本就是废纸一张 大清国虽然向来禁止臣民出洋 但面对洋人的武力威胁 也只有听之认之 通过条约的形式 将苦力贸易合法化 准许出国谋生 在一家雪茄厂里劳作的华工 中英北京条约规定 以凡有华民行赶出口 或在英国所属各处 或在外洋别的城工 据准与英民立约为平 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 以并赴通商各口 下英国船只 毫无禁足 西方势力为了进行人口贩卖 还在各地广设特殊的招工馆作为掩护 这种招工馆也叫做客馆 猪宰馆 咸丰元年 澳门只有五家猪宰馆 到了同志十三年 紧葡萄牙 西班牙和秘鲁开设的猪宰馆 就有三百多家 共有数万人凭借进行苦力贸易而谋生 这些猪宰的来源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广东地区因宗族泄斗产生的俘虏 二是在沿海遭遇绑架的渔营和农民 三是通过坑蒙拐骗而来的不明真相的其他中国人 除了贩卖猪宰外 西方列强还贩卖猪花 所谓猪花 即是指苦力贸易中被贩卖出洋的中国女子 西方列强贩卖女子 一是为了给猪宰做起 一是为了逼梁为昌 后者才是主要目的 随着需求的上涨 专门贩卖猪花的代理商也应运而生 被人口贩子大量出口的幼童 从1852年到1873年 某代理商供贩运女子6000名 供获利20万元 据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里中决的《新加坡风土记》记载 当时注册在护卫司的妓女有3000多人 此外司章则不计其数 这些人都是广州府人士 自幼就被被贩卖出洋 这些百姓被人拐骗而来后 首先就被囚禁在不见天日的朱寨馆内 馆内空气混浊 阴暗潮湿 拥挤不堪 和牢房无异 他们还会被扒光衣服 每人以头上辫子结成一串 如同生活一般 同时还会被人在身体上打上运往毛地的记号 如C代表美国加利福尼亚 P代表秘鲁 S代表夏威夷等 折磨之下 无法逃脱的华工选择自杀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而且很多身体有缺陷 或者体力不行的华工 往往就在这第一关就会被西方 热伤选择抛弃 父女儿童一直都是奴隶犯 不会错过的对象噩梦的开始 奴隶船上的华工 华工们被送上船后 噩梦才真正开始 这些苦力船上的恶劣环境 丝毫不亚于当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贩奴船 同样的超载 同样的缺量缺水 华工们平常只能待在底层 不允许上加班活动 甚至还会被装入灼笼 贴打 而且苦力船上的拥挤程度 是正常人不能想象的 日则并肩跌西而坐 夜则交骨架足而眠 船人们也是动不动就打人示威 根本就没把这些华工当人来看 一两百天的航程 使得这些华工的死亡率非常高 能活着到一国他乡已失手不易 船只上的华工死亡率超过半数的例子 比比皆是 据统计 1847年到1873年之间 运往古巴的海上死亡率是36.84% 到秘鲁的是35.18% 到美国的是64.2亿 到归让纳的是30% 到巴拿马的是22.34% 晚请大臣赴云龙出阳游历西方诸国经过秘鲁时 言 华人治秘鲁国 自道光18年时 光绪元年已十一万有期 然生存着五万九千二 加州沿海的华人渔民到了目的地后 其情况也不容乐观 到达秘鲁的华工 主要介入种植园和鸟粪产工作 每天普遍工作12个小时以上 一年仅有三天假期 当时的鸟粪厂是秘鲁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 凭借着出口鸟粪 给国家赚取了极多的财政收入 当时的鸟粪厂中就有华工们辛勤工作的身影 受虐的华工在1868年通过驻秘鲁公使 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递交了一份陈情书 控诉他们在秘鲁所受到的非人虐待 清政府得起此事 也较为积极地开展了同秘鲁政府的谈判 最终在1874年达成了协议 集中立会议专条 以及中密移民通商条约19款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保护华工合法权益的条约 但鼓励贸易并不美 有因此而彻底禁决 在东南沿海仍然存在着人口拐卖现象 总之清政府逐渐开始对海外华侨 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 也逐渐开始关注和保护海外华侨 帮助开通第一条 横跨北美铁路线的华工北升20世纪初的唐人街照片 一直到今天 当年的中国华工移民 早已在世界各地开支散界 繁衍生息 去统计 目前华裔人口占秘鲁总人口的3%到4 且曾经有两位华裔担任过秘鲁聪 此外还有华裔担任过贵亚纳总统 当年苦力们的后代 最终凭借着自己双手的努力 在世界各地成功定居了下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